大家好, 我是寶欣 今天我和旅遊達人Jerry一起出現 當然有好東西介紹給大家 沒錯, 今次來到位於銅鑼灣的日本餐廳 就是為了吃北海道的名脈, 抽刀魚 聽到都覺得很餓, 不如快點進去吃吧 好啊 這裡感覺很舒服, 和風得來又有時尚感 豈止, 就連食材都是由日本產地直送 就好像秋季料理當中, 抽刀魚就是來自日本的北海道 抽刀魚魚身收場, 就好像一把銀色的刀 在深海裡閃閃發光 而且要等到秋天最肥美的時候才報禍 所以他們就叫做抽刀魚 而寶欣, 你知不知道呢 魚嘴不是有一點黃色嗎? 對 要魚汁夠豐富才能看到 以我所知, 日本人是有兩種傳統手法 煮這個抽刀魚的 一種就是刺身, 另一種就是鹽燒 我自己就最喜歡吃刺身 還有師傅真的很厲害 把它切到又薄又透明 入口的感覺很清爽 而且帶有淡淡的油香 咬下去的肉質很鮮嫩 我現在整個口都是有魚汁的香味 還有你知不知道呢 要新鮮的抽刀魚才能做到刺身 所以就不是到處有得吃 抽刀魚出名, 油脂豐富 簡單加少許可鹽 然後整條放在火爐上燒 已經很有風味了 吃下去已經很有嫩 還有很香的魚油味 Jerry, 你別看它這個抽刀魚煮法 好像很簡單, 其實很考師傅功夫 因為它的火喉和可鹽的份量 都要控制得剛剛好 才能帶出魚的鮮味 吃日本菜又如何少得燒卓 這裡的燒卓還可以自己下手做 讓我教你怎麼做 首先把這包燒卓倒進冬杯裡 是冰 然後再把果味梳打倒進去 拌勻 日本燒卓的酒精濃度有二十多度 寶欣, 你喝完怕不怕會面紅嗎 我想加了果味梳打 不會有事吧 我們先嘗嘗 好啊 很容易入口 我覺得很適合女生喝 而且是很冰涼的, 很清新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可以自己下手下腳做 很好玩, 很有趣 如果想再試多些不同種類的當做魚鮮 就一定要叫這個刺身拼盤 很豐富 這個拼盤所有食材 都是專程由日本竹地飛到香港 只會挑選最時令的魚鮮 所以每次來到都有機會品嘗到不同種類的刺身 相當有驚喜 這麼棒? 那我不客氣了 開動吧 喂喂喂, 留些給我 喂, 我要吃這個 你吃這個 好, 你多點點吧 小蝦 最好, 天啊 謝謝